我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有问题 好久不见 学校都考完试了吗 现在都 Hello 都考完试了吗 学校都 好久不见 是吧 还没考完呢 放假了 应该 完了 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的顺利 通过学校的考试 然后以及之前的四六级考试 考研的考试 咱们考研的同学怎么样 考研的同学怎么样 反正我看了一下 今天考研的题目 虽然没有一道一道题做 但我把题杆和选项看了一下 如果单看从词汇上来看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单从词汇上来看 没什么太大问题 像咱们今年又考了一个原词 大家还记得这个题吗 as wage 问你这单词什么意思 如果上过万词班的话 是不是直接就选完了 看as wage咱们讲 是不是在考前都跟你们讲过了 还有问题 至少从词汇这块来看 这个题我倒没做 这都是唐智老师他们做的 反正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就肯定不至于说就得三四十分不可能 我是这么觉得不可能 就是说正常来说万词班如果学得很好的话 我觉得大家考个六七十分应该都是可以的 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考试都已经基本上就考完了 现在我们唯有能做的还就是得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我们万词班最后就八节课了 11号到18号 咱们每天早上起来 把单词咱们再总结 给大家把同一替换再进行一个归类 然后咱们万词班整个第六季就彻底结束了 彻底就结束了 所以在5月31号之前 5月31号之前 大家这个课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再回看至少两次 好吗 希望大家能够在5月31号之前至少回看两次 第一次就是在2月29号之前 今天好像应该是29天 2月29号之前 请你务必要把我们所有内容再看一遍 对吧 再看一遍 第二遍就是从3月到5月 至少要再看第二遍 这我说的是至少的一个水平 2月29号开学之前 你也没什么事 30你也不看春晚 春晚的明星你也都不认识 你就看看 词班复习复习 对吧 复习复习段子哪怕 用两倍的速度看甚至都行 特别是咱们从第一遍就跟下来的同学 如果我们中间插班的同学 希望你假期好好看 你把这个课能够看会 你这假期就非常充实了 这3000多个单词 没关系 刚报班的同学 咱们这个课都能回看 在假期的时间 有充裕的时间 让你每天去学习 刚报名的同学 希望大家能够在周一到周四 听清了吗 同学们 周一到周五 抱歉 周一到周四去看 周一到周四去看正课 然后周五可以看看一周的复习 对吧 一天一集 一天一集去看 然后按照我说的时间去复习就行了 大家就复习就行了 好 不管是新学院还是老学院 我们相继到这一季当中 也希望同学们在这一季当中 能够有所收获 这个是根哥最希望能看到 好 我们来进行看 大家同一替换部分 实际上是对于牛津同一次词典 大家在右上角能看到这本书 咱们在礼盒当中都有 这本书内容当中的一个提炼 我看了一下 因为很多都是咱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把咱没有讲过的 用它做一个察觉不漏 我觉得这个字典 我自己为什么要去推荐大家这本书 就是我当年在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 这本书我买过三本 买过三本 一本是送人了 一本是弄丢了 对吧 然后后来又买了一本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特别是我作为老师备课来讲 比如当你看到这个字的同一替换都有哪些 对不对 这个找起来会非常方便 大家也是按照字母顺序 所以大家今后有的时候 如果说英语专业的同学也好 或者是想整理同一替换的同学也好 在学校在私下 用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有同一替换反译词 然后都是按照字母顺序的一些排列 还有害语的示意 这个大家看起来也不会特别尴尬 也不会特别尴尬 音标上面都会有 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再有讲八次 这个同一替换的一些内容 这就是我在第二阶段 复课阶段 跟同学们所要强调的这样几点 这样几点 好了 好 我们来开始 看一看 开始看看今天的内容 看看今天的内容 来看第一个 然后读一下 叫做abnegation 读一读它 abnegation表示的意思叫做否认 否认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看看大家 咱们是不是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一些词了 给大家讲过一些词了 都有哪些词啊 还表示否认的词 或者你们之前之前回忆回忆 自己背过哪些词 否认的词汇 还有哪些 记笔记也是一样的 主要你就记一记英文 英文和词性 还有它相关的一些计法就行了 咱们在之前其实给大家有提过一些词 比如说像谁 叫做disclaim 这个之前看有提过没 claim叫做宣称 说不是这样的 就是否认 还有就是什么 叫做gain say 路奇还是第一个时间反应过来的 当然你们在四六集当中背过的 就是deny这个单词 对不对 我们当年背的 就是deny这个单词 第一个就是disclaim disclaim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claim叫宣称 disc比较否定 宣称不是这样 gain say它是来自于谁的遍体 是不是我们所说叫做against say 对吧 说相反的话against say 它说的是这样的一层意思 against say 这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个 abnegation abnegation表示的意思 也表示叫否认 这三个词 实际上他们都来自相同的词 就是neg这个词 都是跟什么有关 本身就是跟否定消极有关 那把这几个词你可以写一下 他们本身都是跟否定相关 都写下来了吗 表示的意思叫做否认 或者我们叫做拒绝都行 否认放弃 还说放弃也行 否认放弃 第二个词叫做renege renege 第三个叫做negate negate 下一个词叫disavow 最后叫disown 好 那我们讲一下第一个单词 ab作为前缀来讲 咱们在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ab作为前缀来讲 只有两个意思 要么是比较加强 要么表示一种什么 away 对吧 他其实还是想的就是加强去否认它 你看这个negate能看出来 是不是就是negative的前半截 第三个词发现了没 其实ab在此处是表示一个加强的概念 能跟上吗 你就想一想咱们高中说的那个词叫做negative 学的就是这个形容词 就是否定的 动词就是否定或者叫做取消 ab在里面还是比较加强 但abdication还有第二层含义 把它写上就表示放弃的意思 还有表示比较正式的 叫做放弃舍弃 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在里面 放弃舍弃 放弃这个单词 我们在以前有学过哪个单词 像abdicate 就在咱们之前说过abdicate 还有谁abdure 这都是之前学的 ab开头的表示放弃的词汇 ab开头的表示放弃的词汇 好看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叫什么 叫做renege renege表示的意思叫做实言 或者也叫做否认 实言或者是否认 这个在考研英语一当中也考过原词 这个在考研英语当中考过原词 renege 注意一下后面要接接词 renege on something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 比如说renege on a deal 对吧 就是违背了一个deal 这个协定 renege on什么 a contract 违背了合同 用它都可以 为什么叫做背弃或实言 re其实还是表示再一次 就是再一次否定 我否定了这个合同 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单词 大家在考场上 如果看到的时候 只要能反应过来他们仨是跟negative 这三个词它跟negative是同源的就可以了 它都是否定的意思 它没有表示正向的词 你看这就是否定否认 否定取消 使无效就行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nullify renege就再次否认这个合同 否认了这个协议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叫做实言违背 实言违背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abnegation 它还有一层意思放弃 好看下面下一个单词 叫disavow disavow来自于谁 来自于avow这个词 avow本身叫做公开的宣称 就专八咱们前两天还说了 看看有没有前两天上专八的同学 它来自于谁 来自于voice 先记住 avow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 公开的去声明 公开的声明承认都行 加强 a在此处表示加强 加强去说这个事情 disavow something dis这里面很显然 它也表示的是什么 否定概念 否定概念 所以意思比较直接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disowen一样的 也表示否认 或否认与谁谁谁的关系 owen咱们在当年学过 表示的意思叫做拥有 对不对 拥有 第二层意思 看看dis ofowen 就是表示我不拥有它 我不拥有主权 我不拥有这个片领土 我不拥有这个东西 它一般更多强调的是否认对什么有关 否认对什么负责 这叫做disown 比如说我造一个句子 说her family disowned her for marrying a foreigner he her family disowned her 能有什么意思吧 for marrying a foreigner 就因为他嫁给了外国人 因此家里怎么叫 否认了给他的关系 就是断绝了关系 这还是一个贬义 就是他的家人不拥有他了 her family disowned her for marrying a foreigner 这个意思 否认关系 一般强调这个概念 好了 这是第一组词 我们知道 大家说老师这词在哪 这个再按着字母顺序就能看到 明白怎么看笔记了吧 再按照红皮的牛津同意词词点 你再字母顺序就能看到 就找这个词就行了 下面他拿相关的一些补充 相关的一些词 我做给大家都提炼出来了 有一些重点的 好 第二个单词读一下 叫做affinity 叫做affinity affinity表示的意思叫做密切关系 关系的一种密切 这个你要看词原字典 它说这来自于发语词 它没有展开的词根 这边先看一下它的一个用法 表示叫做喜好 或者叫做喜爱 喜好或者什么叫做喜爱都行 后面一般可以接谁 接的是for 接的是for for something 或者是with somebody with和for 这两个接词都行 for和with这两个接词都可以 都可以 比如说他特别喜爱 大自然 你可以这个叫什么 叫做she has deep affinity with with nature 你用它就行 你用这个单词就行了 叫做affinity 大家可能会想到限制 那个单词 是吧 你看你看 他跟我们在之前学过 比较简单的时候 所谓的喜爱 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foundfountness 一样 第一个表示一种正向词 正向态度就是like fountness 第二个还表示了一种关系上的密切 叫做关系上的密切 我造一个短语你可以写在旁边 叫做a close affinity 就是与谁谁关系密切 对不对 与谁谁关系上的密切 或者是喜爱两层含义都有 两层含义都有 好 你看一下下边第一个同情这个词 这个在同一词子简单中咱们也给出来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 其实同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同情这个单词 它其实表示的是一个正向支持态度 就是我很同情你 那不是我贬低你 那在考试态度提到 这次也是比较常见的 当年有一篇两次英语语考过两次态度 就是说村民和剧院 两个人不对付 然后作者说村民这个剧院挺不容易的 剧院就是大家还得需要它 这个这是一种什么文化传承了 然后当年还有一篇英语 考验英语当中考的一篇文章 就是银行家和和这个政客之间 就大家这个之间对于一些经济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所以当你发现这个文章当中 一篇A在批评B的时候 但作者还挺支持B的 那这时候一般就是同情 那两道题其实思路上一样 就是A和B是互斥的关系 在这个议论文当中 对吧 但是作者觉得什么呀 这个B还是挺好的 那这个对于B是什么态度 其实就是一种支持 其实就是同情 这个要知道一下 因为同情它不像感情色彩特别鲜明的 悲观乐观 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这样的态度就不是特别好看 它不是特别好看的 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 大家会说它不好 但作者觉得它还挺好 那这个才叫同情 好 接下来看下一个词叫tenderness tender表示的意思叫温和 加ESS编名词了 tender还表什么意思 看看这个以前还有学过吗 还可以表什么 是不是叫做幼稚 对不对 柔软的都行 食物也可以指嫩的 指食物的非常柔软非常嫩 都用这个词都行 叫做tender 它为什么我们叫做柔软 或者是很嫩的感觉 它是来自学是来自于生开这个词 就是extend 它其实就是形容什么 形容植物刚刚抽芽 刚刚抽出来芽 你会发现就是刚生出一个小芽 这小芽是不是特别嫩 所以它是来自于延伸这个词的 就是extend tend这个词根本身是跟什么呢 伸展张开 它是跟伸展张开有关 叫做伸展 张开 跟它有一些关系 叫做tenderness 好 最后一个词叫做commiseration commiseration表示的意思叫做同情怜悯 这个跟它一样 这记住同情什么样的人 它中间有一个哪个词的影射 miser 对于谁大家会觉得他比较可怜 让人同情 miser叫做什么意思 叫做吝啬鬼 这个词在以前看有没有见过 叫做怜悯同情 commiseration 好把这几个词来读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affinity affinity叫做密切关系 关系密切 或者叫做喜爱同情 喜爱 有这种同情心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你就通过finite去记 虽然它跟finite不是同源 但你可以放到一块去记 对于一些有限的东西 有限的资源finite 叫做有限的 infinite叫无限 对于一些有限的finite resources 对于一些有限的一些资源 充满了一种喜爱和同情 这是一个正向 sympathy简单 就是延伸出来的嫩芽 它原指跟伸展这次同源 抽出来的芽很嫩的 嫩的形容人很嫩的 就是很软的感觉 叫做温和 温和亲切 commiseration 叫做同情怜悯 同情怜悯 好 我们继续玩家来看 这几个词 动手写下来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结果相关 都跟结果相关 来 第一个词叫aftermath 第二个upshot 第三个outcome 第四个follow 最后一个词叫做byproduct byproduct 好 咱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词 aftermath 我们在之前讲过 这个正常事情的结果 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万词班讲过一个 看一看 陆期已经打出来了 其他同学是否还有印象 叫做corollary 中间插班的同学 可以写在旁边 因为你在看录播的时候 都能看到这个单词 写完了吗 好corollary这个鞋子 他强调的是事情 自然而然的结果 可能是好的 也可能是坏的 我说一起滚动出来的吗 row吗叫滚吗 滚动出来的吗 对吧 好 你看一下这个词 叫aftermath 既然叫后果 所以一般他一定强调的 什么样的东西 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还是不好的 是吧 肯定讲的是一般多指 不好的 对不对 叫做不好的 坏的 对不对 一般多指 坏的 不好的结果 所以标注一下 we read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就是战争和他的余波后果 战争结束之后 你看伊朗和美国 老要摩拳擦掌 这叫打仗 对谁其实都不好 math 你就把它想成月份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你可以把它想成math 你可以把它想成math 这个词 好 第二个单词 叫做upshot upshot 这个单词 通过谁去记忆 你知道什么东西的后果 这里面有一个词 叫做开枪射击 那个词 那个词 叫过吧 是不是叫做shot shoot的过去是吧 考虚学之后的事故 你这样想也行 好 第二个单词 叫做upshot upshot强调 一般强调是结局 最后的结果 一般多强调的是最终 最终的结局 它跟 outcome是同一词 结局 就是最差的这个结局 就是什么什么 the upshot of the matter the upshot of the matter 这个事情的 of the thing 这个事情的结局 就是什么什么 想一想被射杀了 你这样想一想 好 我们继续往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outcome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谁 什么come out 出来的 这个就简单一些 就是他俩是同一词 一般多强调的 这就是final result 你看他的英文解释 就这个意思 final result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fallout fallout表示的意思 叫做放射成 咱们看在座头 有没有学什么原子弹的 看一看 那他其实就是指这个核 核物质在爆炸之后的 这个散落物 当年日本战争这么多年 就用过日本那次吗 投过两枚原子弹 那之后的几年里 这人都都别想好 癌症的癌症 死的死 所以他一般都指 你看fall是掉吗 掉出来的 核爆炸之后的散落物 或者也翻译成叫余波 这个在英语一当中 也有考过 对不对 看一看 看 那咱们都知道苏联的 对吧 之前 对 也是 叫做fallout 一般都指核辐射的散落物 当年 考英语当中说的说 政治经济结果已经开 经济问题已经来了 政治余波 那不会太远了 对吧 他当时他说的 political fallout is not far behind 看看有没有印象 the political fallout is not far behind 政治结果不会太远 当年也有考过 好 看看下边下一个词 叫byproduct 这个就相对来说 更容易理解 product叫做产生 对吧 产品这个单词 这叫什么 这叫做副作用 或者叫做附带产生的结果 或者我们叫做副产品都行 附带产生的作用 我们在口语当中 一般指的是谁 一般指的叫做side effect 说的比较多一些 好了 来把之前的这一组词 回忆一下 第一组 叫做abnegation renege和negate 这三个词 一定要抓住谁去记 一定要抓住 negative 他们仨都跟negative同源 而且都是表示负向词 我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他现在经历了一些 四六级考试也好 经历了考研语也好 你会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 这词你可能没记住 它具体的含义 但只要你抓住这词的具体色彩 这题是有可能做对的 你做题是在考场发现 这个词可能你翻译的不特别精准 但是这个词的方向上 你如果可能能够抓住 比如这词可能翻译成叫做否认 你可能翻译成取消了 你可能翻译成取消了 这个题其实大概也有可能是能猜出来的 也有可能做对 但你把感情色彩没抓住 那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考六级的有考 今年是不是考了一个词叫做Vicinity 翻词翻译 咱们是不是讲过 六级现在考的词也是越来越难 六级现在考的也是越来越难 Vicinity叫什么意思来的 咱们在核心课讲的 是不是叫做临近呢 对不对 接近 附近接近 临近附近 neighborhood 对不对 你看一看 这都考过 好的一个单词 否认放弃 这就是否认 negate negation renege 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用法 renege on 这个英语一已经考过了 叫做否认什么什么事情 再一次否认renege on a contract 是吧 好下一次disavow avow就是它来自于voice 这个单词 来自于声音 去发声叫做公开的声明 承认公开承认 disown 那个disown disavow 就是不承认 公开的否认 disown 也是否认与谁的关系 断绝谁的关系 否认了跟他的关系 好 第二个词叫做affinity 表示的意思叫做亲密关系 或者叫做喜爱 fondness sympathy tenderness tender 温柔的 嫩的 commiseration 对于可怜鬼 吝啬鬼 他们的生活 可怜同情 可怜同情怜悯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组词 好 来看一下这一组 第一个词叫做alike 看看它 alike 表示的意思叫做同样的 相似的 这个词本身不难 但是大家在考试当中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这种词 这种词它其实取同像关系 如果说同像色彩关系这句话 并没有读懂的话 那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它肯定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 还能看到as well 是不是也能看到这样的词 对不对 as well不也是也同样吗 这样的词其实并不是什么 所谓的考点词 就是说可能后面这句话 你没有看懂 但是你通过这个词能判断出来 它肯定跟前面那句话 色彩和逻辑上是一致的 色彩和逻辑上是一致的 好了 我们把这几个词来读一读 第一个词叫做alike 第二个词twin 第三个叫做analogous 下一个词identical parallel indistinguishable a teen 这是不是在四级里还考了 有很多东西看出来 但是他说女性和男性 在职场上找工作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看有没有四级班的同学 前两天咱们在四级 19年6月份就考这个词了 四级也是大部分人 都不认识 没看出来 好 第一个alike 这就不用多说 大家都能理解 跟谁一样 跟aswell是一样的 好 第二次twin twin 咱们当年学的是什么意思来的 当年我们学的是双胞胎 对不对 双胞胎那个词 但注意它作为形容词来讲 也是可以翻译成什么意思 所谓双胞胎的 其实也是表示相同的概念 叫做相同 它还也含有这样的一层 一层意思 说了双胞胎 也是表示一个twin 表示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的概念 极其相似的东西都行 好 下一个词叫做analogous 它的形容词是谁 抱歉 它的名词是谁来的 它的名词是analogy 叫做类比类似 这英语依靠过 analogy 它的同一词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similar similar similarity be analogous to 与什么相似 与什么相似 如果这词你还是没有记住的话 它还是来自于log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 咱们之前给大家提过 是跟说有关 要注意一下 它实际上是跟说话 它是跟说相关 说有一些关系 对吧 就是按照它相同的东西 A1其实在此处 A1这个位置表示是一个加强 去跟着它说 说类似的 它怎么说 你也说类似的 这叫做类比类似 analogy 它叫相似 考试考还是相同的概念 所以咱们这些词在出现的时候 都是改写 一样的 下边identical 这个可能很多同学都记得 不是很扎实 因为大家可能很多同学 都把它翻译成叫认出识别 认出识别是哪个词 是不是这个 动词叫identify 有印象吗 身份叫identity identify identity 但是要注意一下 identify的第二层含义 它的第二层含义 其实也是表示叫做 把谁和谁等同于 我造一个句就明白了 比如说 it's a mistake to identify art with life it's a mistake to identify art with life 这能理解吧 同学们 能理解吧 就是将艺术和生活 作为等同的事情来看待的话 这是一个错误的 一个错误的一个做法 这叫 it's a mistake to identify art with life 它其实本身就有这层含义 所以它的形容词 你看衍生出来 它叫什么意思 它叫做完全相同 就是exactly the same as exactly the same as 它俩都接to 它也接to 再次强调identify 本身就有一个意思 完全等同于 有东西写出来了 看叫equo equo就简单一些 这大家都见过了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parallel parallel当年我们背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相似的意思 是不是像 本说错了 叫平行 平行 不要走神 咱们就一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 parallel通过谁去记忆节 通过两个l去记忆节 平行线 两个东西是平行的 something parallel 就是平行的事物 其实就是类似的东西 也是类似的事情 类似的东西 好 最后一个单 下一个单词叫做indistinguishable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为什么叫做很难区分 不能分辨 很难区分开来的 难区分的 当时这个四级考的同一词是谁 它考的不就是和谁谁一样吗 你看其实这个改写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改写方式 对吧 我可能给大家总结更多的是单词 但你看四级考试当时它改写就是 谁和谁一样 distinguish是要区分 对不对 叫做区分 in就是否定 不能区分 就无法区分 区分不开 它俩几乎是一样 almost as 几乎相同 不能区分的 不能分辨的 好 这个单词叫做a king a king也叫什么 叫做词汇就指同源的 同源同族的 都写同族的 同源的 叫做a king 叫做a king 它来自于谁呢 它来自于它跟kine是同源 kine是不是叫种类 所以技术就是同种类的 所以叫同族 通过种类去计 好了 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遍 我其实这几个词并不是特别难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是大家对于同一替换的一个敏感度 它们之间出现的时候注意是一个改写的形式 是一个改写的概念 第一个alike twin analogous 这个词就有点难度了 万次凡咱们讲到了 比analogous to identical to 不要翻译成叫做识别 它翻译成叫做与什么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的identical 下一个单词parallel 平行类似的 相似类似 不能区分 叫做不能区分 最后一个词叫做a king 叫做a king 好 看下边 下一次词 来第一个 叫做amateur 或者是amateur都行 业余 非职业的业余爱好者 外行都行 动手写一写 第一个词amateur 第二个dabler 第三个layman 第四个叫做diletante 它的反译词就是谁呢 就是我们常说一个人叫做professional 这反译词能理解吧 这个反译词大家能理解吧 professional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专业 专业的 好 看看表示业余的词 业余的词汇 第一个amateur 第二个单词叫做dabler dabler也表示叫做业余者 是一个半调的250 我们常说 他为什么我们所说的叫做业余 业余选手 他实际上是来自于前半截 dabler 当然这是一个留学里面考过的一个词了 留学里面动词 是一个留学考试里面出现的一个词 就翻译成我们叫做涉猎 涉足 涉猎 涉足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后面一般会接什么 接词 涉足什么 说我扔涉足武术 平时休息的时候 做做武术 打一打 打一打拳之类的 这个叫做dabler in martial arts dabler 因为双写词尾其实往往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 以后再看到双写词尾不用惊慌 他往往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 他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他前半点 就是这个dab dab本身有一个什么意思 他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轻拍 轻轻的拍 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所以dabler其实就是我们所说有一种涉水玩水 他其实还有这样的意思 dabler 我们小的时候你看很小的时候 你妈给你接盆水 一般你会在那打水 就像轻轻的一拍一拍 我这种经历吧 把手放到水盆里这样啪啪打水 是来自这样的意思 涉水 所以我们引申为叫什么呢 叫做涉足语 就是沾沾水的感觉 沾一沾水 这叫做涉足涉裂 所以这就是仅仅涉足某个领域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业余者 叫dabler 再次强调他的动词 dabble后面要接接词 dabble in 好 下一个词 layman 这个就比较直观 因为他有个man这个词 门外汉 就是人的特点就体现出来了 是个外行 对不对 你看躺在外边了 layman 门外汉 好 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也是托福和GRE里的词 叫deletante 也是业余爱好者 非常浅显的去涉猎一个行业的一个人 这个单词不太好记 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联想拆分句记一记 然后就是 带 对吧 了 坦坦 对吧 带了坦特 你这样想一想 Deletante 叫做带了坦特 就是也是我们说一个人一知半解 一知半解 一知半解 对一个东西 那你也可以通过谁去记他呢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单词 我们在以前我们有学过一个他叫做 看这词有见过吗 叫做delight 这词大家以前有见过吗 delight表什么意思 它的前半截吧 看看是不是 高兴 这个单词是新年二册里面的词 高中的词属于 高兴这个单词 就一玩点什么特别高兴 这个叫做业余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 好了把这节词来读一遍 第一个 amateur 这个比较基础了 想想谐音记忆记 就是矮模特 你这样想一想 是一个矮模特 个子不高 很矮的模特是业余者 第二个叫做dabler dabble是涉水拍水 涉水某个行业 其实就是涉猎于 那是涉猎的人叫做业余者 layman门外汉 这个考研也考过 delightente 戴勒坦特 叫做业余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 好了 回顾一下前面这几个 这几个是不是都记下来了 叫张嘴 脑子里想谁 这三个词脑子里一定要想谁 一定要想negative这个单词 一定要想negative这个单词 叫abnegation 否认 否认或者我们叫做放弃 不要忘了 这两个词 这两个是在核心阶段咱们讲 一个叫disclaim 还有一个叫gain say 如果你忘了 请写在旁边 say claim叫宣布 宣布不是这样的 还有against say 说反话 against say 都是表示否认 renege negate 再一次否定 叫做renege 实言违背 实言违背 下一个negate 否认 disavow宣布不是这样的 也是公开的否认 avow是公开声明 公开否认 disown 否认与谁的关系 否认 affinity等于谁 等于我们所说就是like 对不对 fondness 喜爱或者是密切关系 叫做close relation a close affinity sympathy 同情 tenderness 温柔 commiseration 还是同情可怜 同情可怜 都能回忆起来不 看还能不能回忆起来 miser 跟他是同源的 好下边 下一组词 这几个aftermath 他们这些词 都是跟什么有关 跟结果后果有关 注意区别 区别都已经说了 aftermath 一般表示不好的事情 对吧 一些不好事情的一些后果 等于consequence consequence 第二个upshot 将被开枪射杀了 这是最终的结果 upshot等于outcome 应应是一句 最终的结果 fallout 当然解释了 它是表示 核物质的散落物 也是因为叫做后果余波 byproduct 我们就叫做副作用 意外的结果 明明想泡脚 泡完脚之后 发现流鼻血了 是吧 这要知道 就是有一些副作用 好 这边都是跟什么有关 这边的词 都是跟相有关 它都是跟相有关 twin analogous identical 这俩词都叫to parallel 类似的 不能区分 不能分辨 不能区分 king还是同族 同源 好 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来 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amenity sorry 那个amenable 第二个词 docile 第三个叫做submissive 下一个词beatable 最后一个词tain 这个我们说 公顺的顺从的词 咱们在核心课当中 其实咱们之前是讲过不少的 同学们还记得吗 这个我们在核心课当中 其实是讲过不少的 表示一个人 怎么样 顺从服从的词 挺好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刷一刷 顺从服从的词 比如说有谁 看一看 之前是不是讲过 defer 服从 deferential 第一符 还有谁 compleasant 一个是自己高兴 是compleasant 就是compleasant 叫做 公顺顺从的 还有tractable 记得吗 能够拉得住的人 听话顺从 拉不住 obedient 又回忆了一遍 没听过没关系 之前路波看起来 就能看到了deferential 第一符 compleasant 还有tractable 都是形容词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 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amendable amendable 作为形容词来讲 直接使用就行 比如说 amendable children 听话的 顺从的孩子 就行 听话的 顺从的 那后面如果接 那个借词的话 一般可能会接到谁 借借词to 他的第二层含义 还可以表示什么 还可以表示 叫做 叫做有责任 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有责任的 有责任的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好 那为什么他叫做 顺从 服从 他实际上跟谁是同源 大家看看 有没有看过这个单词 就是这个 这个包括前 man来自于谁 来自于man这个单词 就是来自于 人类 跟人相关 听从一个人的话 听从一个人的话 我们在以前有听过一个单词 叫做manta 这个有听过吗 叫做导师 manta 这个词听过吗 看个这以前没有见过 你们的导师动词就是指导 对不对 导师指导 所以你就听从一个人的话 你通过上帝去戒行 像上帝 A们 上帝保佑A们 听从上帝的指引 服从顺从 你通过A们去戒行 但是现在他跟manta man这都是同源的 服从一个人的指令 你服从这个人 就是你的导师 你不服从 你就变上毕业 是吧 叫做manta amana 但通过A们去记一下 好记一些 听从上帝的指引 第二个词叫做docile docile表示意思 也叫做温顺的 驯服的 听话的 它来自于谁 这个doc这个词 跟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这跟教有关 to teach 它是跟教书 教有一些关系 就是异于教的 你怎么教都行 这也叫做听话的 顺从的 叫做异于教的 听话的 它的反义词 用in来否定 这样能看出来 正常变化 indocile 我们说叫做 不顺从不听话 不顺从的 不听话的 叫做indocile indocile 好 下一个是submissive 这词相对来说 简单一点 因为它的动词形式 是四六级里的词 动词是谁 是不是叫做submit submit to 叫做什么 叫做 屈服服从 这个动词 看以前有没有见过 还有一个意思 提交 屈服服从 提交 看见我这单词吗 叫做submit submit 别忘了它 好 那submissive 只不过就是它的形容词 就是它的形容词而已 好 下一个单词 这个在以前也没有说过 叫做什么 beatable 看一看它 叫做 beatable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顺从的 它其实前半截 这个bid这个词 在以前学过们 它表示叫做投标竞价 投标竞价 所以它其实执意就译成叫做可叫牌的 可投标的 就是可以喊价的 这东西还没有被拍出去 可以喊价 叫做第二个 第二个意思也表示叫做顺从听话 这一般英式用的比较多一些 英式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一些 beatable 最后一个词叫做tain tain为什么也叫服从 你想想太面 咱们说一个人太面了 这么面 顺从服从 通过谐言记忆记 tain 驯服的 指动物的 驯服 你可以叫做tain 形容人就指顺从 指动物 就是指驯服 人就是服从 好了 把这几个词过一遍 第一个词 第一个没有讲过 读一下 叫做Amen 能够服从上帝的指引 Amen Docile Indocile 听话顺从不顺从 submissive来自谁 submit 提交 对吧 还有第二个字也叫做服从顺从 submissive 下一个单词beatable 可叫牌的第二个也叫做顺从 最后一个词太面了 叫做动物的驯服 人的顺从 顺从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这几个词 来写一下 第一个artificial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呢 还是在A字母 artificial 就一个字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假 一个字 就是假 好 动手写一下 第一个artificial 第二个单词 bogus 第三个叫做factitious 下一个词 phony 下一个叫做pseudo 最后一个词叫imposture imposture 停了之后打一下1 把这几个词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artificial 没写的东西快写 写的等会慢的 bogus facticous phony pseudo pseudo imposture 这几个词都是跟假有关 第一个这个用的肯定是最多的 我们大家肯定万词半词的这词都得认识 因为在四六集里就已经长好了 但注意一下它在用法上 第一个可以指人的虚伪 人的虚伪 或者我们所说叫做东西的man made 人工人造man made 这样的一个意思 大家说的人工智能 人工呼吸学医的同学 人流 人工流产 人工受孕 都是这个单词 听清了吗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看这单以前有没有提过 人工受精 对吧 人工流产 abortion 这没说过 不认识那个写旁边 人工流产 人工受孕 学医的就知道了一下 人工呼吸 咱们之前也提到了 respire再次呼吸 还是呼吸 respiration 人工呼吸 人工受精 人工流产 这三个人 知道一下 好 第二个单词 叫做bogus bogus 这里面它是一个形容词 这里面它是一个形容词 比如说我们说 a bogus contract 一个伪造的合同 一个冒牌的医生 a bogus doctor 就是我们常说的 拥医 假的 都行 这要知道一下 都可以用 用它来去去做 用它来去做 叫做bogus 好 看一下边下一个字叫factitious 它为什么也叫做虚假 或不自然的 它来自于谁 来自于fact 这个词根 是跟做有关 叫做make 抱歉 m-a-k-e-i fact的这个词根 是跟make 有关 就咱们这东西一看就是做出来的 后面人做出来的 m-a-k-e 这叫做什么 叫做人工不自然 人为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人为的不自然的 人为的 形容词修饰名词 形容词修饰名词就行了 比如说一些 虚假的需求 你可以叫做factitious demand factitious creation 一些什么假的伪的创造出来的东西 你用这个词都行 比如虚假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factitious phenomenon都行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叫做phony phony这个形容词也是 这些名词 这个词大家就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电话去记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也叫做假的欺骗的 叫做假的欺骗 你通过谁去记 你通过电话 电话诈骗 你通过电话去记 这个在六级里考过 比较难忘 比如说一些假的欺骗的一些声明 这个叫phony claims phony announcement 明白了吧 假的 通过电话去记 电话诈骗 这些词没看出来吗 都是形容词 看出来没 前面这几个不都是形容词吗 动词咱们没给大家总结 动词之前都已经说了 好 把前面这几个词再看一下 第一个 医学当中 人工人造 计算机当中 人工智能 都是这词 形容人就是虚伪 bogus 这鲍格斯 它是本身是来自于一个 制造伪钞机器的名字 原指伪钞 印假钳的机器 后来就用专有名词表示什么 表示东西的假 表示东西的假 刚才说了一个假的合同 对吧 一个假的签名 bogus 这个signature 是这样一个意思 下一个词 叫做facticious 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样子 这种虚假的繁荣 能解释吗 facticious facticious 用这个词 不自然的 下一个词 phony 电话诈骗 电话 假的 pseudo这个单词 一般和其他词 复合在一起使用比较多 也是表示假的或虚伪的 比如说 我们常说pseudo 我们常说pseudo science 叫做 为科学连在提醒 这是非常远就行 为科学 pseudo science pseudo myopia myopia叫什么意思 叫做 近视眼 对吧 我们常说叫做 假性近视 没有背过的同学 通过谁去记呢 你就通过这个ps去想 咱们经常会说 这东西啊 ps的根哥的图 绝对ps过 本人没这么年轻 这叫做假 通过ps去记 pseudo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imposture imposture这一般强调的是什么 冒名顶替 做事情的假 叫做imposture 叫做虚假冒牌 冒名顶替 这些我在那个外刊当中 看过很多次 他其实就是一些不法行为 就是一种crime 一种犯罪 能力吧 像比如说什么挪用公款 冒名顶替啊 你这都可以用它 篡改文件啊 叫做imposture 那imposture呢 其实加了一个er 就发音什么意思 er呢 就指谁 常规思考 其实就指的是名词 表示骗子 imposture 就是骗子 叫做骗子 这个词按词根解释一下 这个post 其实这个词根本身咱们说过 表示是跟放置有关 put 它其实跟放有一些关系 in呢 在里面其实在此处 名词表示的像理 是里面 就把真实的东西藏起来 藏起来了 这叫做冒名顶替诈骗 冒名顶替诈骗 就在座的同学院记住 就是你们都是 很多东西都是学霸 还不能说所有人 但千万不能做的事 就是不能替别人去考试 千万不要替考 现在替考抓起来就判刑 能解吧 这是一个名词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就是把你真实的态度放到里面 真实的态度 posture不就有姿势态度的意思 这样想一想 藏到心里 展现出来的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假的 真实身份藏起来 通过向理去记这样好记 好 这几个词到这里就不说了 看下边这几个词 这几个词都是跟什么有关 这几个单子大家看一下 它都是跟什么有关 下面这几个 如果是考研班的同学应该背过 不是考研班的同学 没有关系 这都是考研当中的重重点词汇 写下来 这几个词千万不要去 叫做atrophy atrophy sorry atrophy 第二个叫做decadence decadence dwindle diminish shrink 还有叫做fade fade 喜欢了 好 先来看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叫做什么 也叫做 颓废衰落 它这几个词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衰减相关的词汇 衰减 如果你是我们四六级班的老学员 在考前我讲过考前 同一次六级的同一词 是不是下边这些词都说过了 表示衰减相关的词 decadence这个单词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学 你就通过十年去记最好记 你就通过十年 东西放了十年 十年前我可能一天能上十个小时课 还能跑三个校区 10年的时候 现在20年你让我上课就行了 让我一天上两节课三个小时行 第四个小时就开始上不来气了 这就是这种经济国家的这种衰落颓废 十年向下衰落颓废 看看它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dwindle dwindle这个词来自于谁 他讲过吧 来自于dw 它来自于dw dw 表示的一种像什么呢 向下 来自于down这个词 所以为什么它叫做逐渐减弱 逐渐下降 就是一种向下 慢慢越来越向下 越来越向下 越来越少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dwindle down dwindle down 逐渐减弱 逐渐向下 diminish就好记一些了 还是动词 这俩都是动词 动词动词 这中间有个哪个词 是不是mini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减少 是吧 减少 这都自流基督同学非常好 下一个词叫做shrink shrink这个词 它一边强调的是规模尺寸上的减少 规模尺寸上的减少 叫做shrink 这你会通过墨水去记 我们所说这东西缩水了 ink叫墨水 说这东西缩水了 缩水了 缩水了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这中间你可以把它显成wind 能了解吧 一点一点向下 风下来了 风急速逐渐下降 说这个叫逐渐减弱 逐渐减弱 最后一个fade 除了表示褪色以外 也有表示这个意思 叫做逐渐消失 fade away 逐渐减弱 逐渐消失 逐渐减弱 fade away 下面这四个 没有背过 咱们先来看下面这四个 这是最常见的 这样风 中间有wind 风逐渐下来了 le是动词后缀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mini减少 缩水 墨水缩水 fade 东西作废了 第一个叫褪色 第二个fade away 也叫做逐渐消失 逐渐减弱 逐渐消失 decadence 通过谁去记 通过十年去记 第一个肯定是最难的 这个也是一个留学里面考过的一个词汇 叫做atrophy 它是来自于谁 这个trough 就你得看词根来讲 它本身 它说表示的是叫做营养的意思 就是nutrition 表示营养的意思 像我们所说的是叫做trophology 我可以写一个词 trophology 就是我们常说叫做营养学 营养 咱们如果学一的同学 这个词根你就了解一下 以后跟营养相关的词 看看是不是用这个词根造的 trough 营养学 营养学 那a在此书实际上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否定 就是没有营养 东西没有营养 比如说花没有营养了 是不是就是萎缩了 它可以表示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症 谁得了什么病 那个肌肉越来越萎缩 萎缩症 萎缩 叫做 叫做atrophy 或者表示也是经济上的衰退 经济上的衰退 这个是难词 那第二个技法 我说一下 这是第一个 通过科学的技法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词的症结 这是跟营养相关的词 没有营养 东西就会枯萎 那实际上这个trough呢 十点下课 不要着急 trough这个词还有第二层含义 它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我们说叫做战利品 大家通过谁去记 triumph 这是通过一个行进对照的词去记 triumph这个咱们一想听 我们说叫胜利 一个叫做胜利 triumph 戴安芬 女同学听过这个内衣品牌吗 戴安芬triumph 川普 通过川普去记也行 凯旋 胜 胜利 那trough表示的意思叫做战利品 他后边这个单词 本身他拿出单词来讲 还有表示叫做战利品的意思 战利品 你就想一想 没有什么战利品 打了胜仗也没有战利品 那人的气势就衰减衰退 没有战利品 没有胜利 仗仗都是败仗 那这就是退缩衰退 退缩衰退 好 来把这几个词回顾一边 看还是否记得 来第一个 amendable能想来什么意思不 能够服从上帝的 向上帝怎么讲 服从 听从上帝的旨意 都是要听话顺从 submissive来自于submit 听话这个单词 屈服这个词 屈服 这是屈服的 就是服从顺从的 很温顺的 submissive 温顺的 服从的 bittable 能够叫牌 叫价的 也是叫做听话顺从 太面了一个人 这个老虎 怎么像猫一样 特别面 特别腼腆 很面 很缅甸 很腼腆的 这太面 叫做 驯服的 好 这边第一个 叫做artificial 人工 昨天 刚刚又说了三个常见的搭配 人工 呼吸 respiration 人工 流产 abortion 为什么叫流产 能看出来 它来自于born 出生这个词 a表示否定 就不能生了 就流了 没有生出来 给流掉了 还有就是人工受精 insemination 为什么它叫受精 它中间来自哪个字 精子这个词 看见没 它来自于simen这个词 把精子种进去 人工受精 人工这三个要知道 好像一个词 鲍格斯刚才解释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 以前 制造伪钞的一个机器的名字 后来就用它来表示假的 用它来表示假医生 假合同 假的文件 你用它都行 形容私修是名词 factitious 叫做做出来的样子 这是一看就是做的 咱们都知道今天是不是台湾 也选这个地区领导人 对吧 想一想选这个地区领导人 这也是很多做出来的一些 假象繁荣 可能是 叫factitious phony 电话 电话诈骗 诈骗 欺骗的 假的 pseudo这个名字附在一起 imposture 把你的态度 把你真实的情感藏到你内心之中 这叫什么呢 也叫做诈骗 骗子 诈骗行为 就用这个词 欺诈 诈骗行为 欺骗冒名顶替 都会用到它 请大家记住 这个词 好 我们继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叫做awkward awkward表示的意思叫做令人尴尬 或者我们叫做笨拙的 这个在a字母比较靠后了 看这个在以前我没有背过它 还是比较常见的 昨天咱们是在考研班 还是在哪个班 也提到了这个词 大家没有背过 你通过谐音计 就是傲口 比如让你说绕口令 有同学说是笨 说了半天都没说出半句 很傲口的 你这样想一想 很傲口的话 叫做尴尬的 或者我们叫笨拙 尴尬 咱们在以前学的是哪个词 是不是叫做embarrassed 大家记得它吗 embarrassed 尴尬笨拙 第二个词叫做gauche gauche 第二个 第三个 gawky gawky 第四个叫melejoit melejoit 最后一个词叫做ungainly ungainly 写下来 以前之后说一下 第一个 叫做gauche gauge这个单词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什么 叫做awkward 你看他的同一词 英文解释 就会给你给出来 awkward是他的同意 也形容一个人 什么呀 这种不善交际的笨拙 比如说人在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话的时候 总是做错事 听懂了吗 他一般强调这不是说一个人特别胖 很蠢 这不用他 他一般都强调的是 做事情的时候 有点不善于交际 做懂做错事的这种笨拙 你不是说您看这人一米六百斤 看起来蠢蠢可可爱 很可爱的 不是那意思 他形容一个人不善交际笨拙 比如说aguche manner 笨拙的举止 做起事情来 不顺畅 大家可以通过谁能通过谐音记忆记就是gosh gosh 你可以通过狗屎去记忆记 这是做的很狗屎 这么做的东西这么烂 又做错了 做错事不善交际 狗屎 狗屎 谐音记忆记 下一个词 goppy 跟他放到一块也是形容人 迟钝 笨拙的 迟钝的 一般都形容人 笨拙的 迟钝的 你要看牛津字典上的一个解释 他一般都指这种高个子的人 比如你看这个人 三米四五 走起路来都特别慢 一般有指高个的人 goky 叫做高个子的人 笨拙的 笨拙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melejoit melejoit他来自谁 他来自于adjoit adjoit咱们在之前是不是给大家已经讲过 是不是叫做灵敏灵巧的 这个还记得吗 他来自于drive这个单词 忘记没关系 再说一遍 他实际上是来自于drive这个单词 就是开车驱动 a表加强 能够有一种灵动感 这叫做灵巧 那mele呢 正好是表示一个消极否定的一个词根 表示坏 就是不灵巧 这里面他非常重要 叫melejoit 这个词非常重要 melejoit 好 最后一个单词 unganely 笨拙不雅的 这个大家通过gain去记 gain表示我说叫获得 就是怎么得也得不到 怎么学也学不会 笨拙 行为不雅的 笨拙的 叫做unganely 这几个稍微难一点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awkward 这个就比较基础一些 在六级里 还在考研里都有 很拗口 你这样想想 拗口 说几张口令来 很尴尬 说的 下一个词 狗屎 形容人交谈上 很迟钝 笨拙 gaukey 一般都是高个子人的行动 叫做gaukey gaukey 通过谐音记 就是高 高个子的人 gaukey 下一个词melogide 不灵巧 后面是灵巧 这是不灵巧 获得不了 还是笨拙不雅 好 看下边 下一图词 第一个 balance 平衡 平衡 其实这词就不用多说了 但下面这几个 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 我们在中高级别的阅读当中 和外刊里是比较常见的 中高级别的阅读和外刊里是比较常见的 balance 这就名词动词都是它 咱们在四六级考试考研当中最考的 就是什么平衡家庭 一般用这用的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下边 第一个叫做equilibrium 看它的英文解释还是强调的 a state of balance 就是一种平衡状态 比如咱们说做什么物理实验 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你用它也行 或表示经济上的平衡 身体上的 它强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 它更多强的这个概念 balance 它本身强的动作 比如说balance between 什么 family and work 对吧 在家庭和事业当中去寻求一种平衡 动词就是平衡一些东西 它可以强调一个动作 但equilibrium 它强调的是这种平衡的状态 第二个意思 它还可以指什么 这个意思看 它还可以指内心的这种平静 也用它 内心的一种平静 它的技法 equal叫相等 中间部分来自于12星座 哪个星座 叫Libra 看出来这个单词 Libra叫哪个星座 天平座 天平座 就是天平两边相等 所以它强调的是寻求的一种平衡状态 或者是内心的平静 平静 所以大家抓住equi其实就很好理解 你只要能翻译平等平衡 内心当中就是指平静 心理平衡就行了 比如说recover he's equilibrium 恢复它的这种平静 equilibrium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equipoise 它其实也不难记 因为它仍然还是来自于谁开头 还是来自于equal 对不对 equipoise表示的意思也叫做平衡军事 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 跟上面的equilibrium同意 它的英文解释 仍然也是state of balance 也是强调一种平衡状态 也是强调的一种平衡的状态 poise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平衡 使平衡 或者是情绪上的这种镇定 叫做poise poise 这个短语画上六级考过 虽然只考过一次 但这一次就比较要命 在选项里出现 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 当年考六级的时候 我发现绝大部分同学这个词组都没有背过 叫做什么叫做随时准备者做某事 准备就绪 叫be poised to do something 准备就绪 随时准备者做某事 好 这几个平等平衡的词 我们来看一下 再读一遍 balance equilibrium equilibrium 下一个equipoise 抓住equo这两个就很好记 它来自于Libra 天平座 这个来自于poise poise本身就表示镇定 还是内心的一种平静 平衡均衡 营养的均衡 因为它都行 这次组画上 好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第一节的最后一组了 好 好 写下来 第一个 banish deport ostracise oust vito 还有bar 写完之后打一下1 banish deport ostracise oust vito bar 这几个词呢 大家会发现 他们都含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含义呢 首先注意这些词都是贬义词 这些词 大家能看到 他们都是贬义词 而他们都含有一个相同的意思 都是表示有一种 禁止 禁止的一个概念 或者表示叫做驱逐 这样两层含义 好 第一个 为什么第一个词叫做驱逐 放逐 流放 放逐一个人 或者叫做消除 两个意思都有 新年年四当中讲的就是消除排除 他就是来对禁止这个词 就是禁止 进入 记住老师的解释 他有指 就是把一个人给禁止 进入了 进入了 这就叫做驱逐你 叫banish banish something 急误动词 好 看下一个词叫deport deport 为什么他表示的意思 也叫驱逐出境 port有一个什么意思 port是不是叫港口 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吗 port 叫做港口 咱们说进口 出口 非常好理解 那第一作为前缀 在此处表示off 除去 把你赶到港口之外 把你赶到港口之外 所以也叫做驱逐出境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叫deport deportment deport deport deportation 驱逐的名词 这个在核心课咱们讲过 deportation 驱逐出境 禁止进入 ostracize 这个词呢也是表示对于政治要犯的流放放逐 它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古代时候这个什么 古希腊这个陶片放逐法 对吧 就是公民在家里把那瓶子砸碎 用陶瓷网罐 那个碎片当做选票去投票 sufferage 之前咱们说过sufferage这个词 那没有背过这个词的东西想想 out它实际上还是来自向外 ex嘛 是一种向外的感觉 中间这个trec呢是来自于拉这个词根 还是把你拉到外面把你给拖走了 ostracize ostracize 这样子读一读 ostracize 把你拉到外面 放逐流放 放逐流放 在六级考试当中最常考的是这个词 exile 考过六级东西看你见过它吗 你也很很直接 也向外吗 拉到外面 从这儿断开 这是IzE动词后追 track的这个词根 是能拉完 把你拖走了 叫做放逐流放 exile 这是六级里的 好下一个词 ost ost就是out 第一个意思撤直 第二个也是叫做放逐的意思 撤直 这是雅思里面考过的一个词 叫做驱逐 或者叫做撤直都行 驱逐撤直 它一般接的是 比如说he was ousted as a chairman he was ousted as chairman 怎么理解 he was ousted as chairman 就是他的主席的职位 怎么着被罢免了 对不对 他的主席的职位被撤直了 被罢免了 这叫做什么 叫做he was ousted ousted 撤谁谁的职被割职 我们翻译成 好 最后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veto 看政治类的文章当中高频 非常的高频 他和vote是不正好相反 看出来吗 vote是啥意思 vote是投票 而vito正好相反 表示否决 这个跟vote对在一起 一个是投票权 是支持你的 第二个这是否决你的 vito vote 不要混 vito 好 最后一个单词bar bar就是一个熟词PE了 在考试当中也出现过 46级的阅读当中也出现过 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bar加上ing了之后 不到啥意思 对不对 比如说bar somebody from doing 其实指的也是禁止 这个bar加上ing呢 其实就考的是禁止 这个现在分词呢 考的是叫做bar 好了 把这个五个单词读一遍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第一个来读一下 叫做禁止进入驱逐 离开港口 顺着讲 要讲单词 不要背单词 离开港口驱逐 第二个意思要行为举动都行 ostercise 拉到外面 放逐流放 ost就是out 把那个轰出去 驱逐 革职都行 vito和vote放到里 一个是投票 一个是否决 bar是禁止 前边 这两个都很好记 读一读就行 你只要能记住equi 考试词就能想起来 就是一种平等 平衡 平静 平衡 equilibrium equipoise equipoise poise本身有这个意思 是平衡 是稳定平衡的意思 epois the two 准备就绪 epois the two 你做个事很沉着 准备就绪了 狗屎 就是很笨拙 高 高 起 高 高个子人 迟钝 迟钝的 melagiot 不灵巧 不灵巧 跟上 ungainly 没有得到这个东西 叫笨拙的 不雅的 ungainly atrophy atrophy 叫做没有取得胜利 没有获得 战利品 这个气势就腿下去了 衰退 衰退 萎缩 衰退 学医的 表示萎缩症 肌肉萎缩 用这个词 不学医的 可能用不上 不学医的 你就记住 它表示经济上的这种 衰退 气势上的下降 没有战利品 最后气势上衰退了 十年东西 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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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复课 同一听完的第一次 大家回去 要把它整理到笔记上 听懂了吗 整理到笔记上 我没讲的 你就先不用看 因为我没讲的 肯定是前面 绝大部分 要么太简单 要么前面都讲过 听见了吗 我没讲的 要么就是太简单了 要么就是前边 已经讲过了 所以大家把这些东西 需要整理到笔记本上 今天的复习时间 复习时间是 18点 22点 22点 以及 明早的7点 还是群里复习 大家要继续加油 还会有打卡的哦 咱们最后八次课了 要坚持住 因为准确的说 还有7次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明天早上9点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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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